尊敬的网友们推友们好 这是文贵的推友关注达12万的感谢视频 在此呢 在11万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20个小时左右吧 这就是到12万了 这个是大家再次对我的鼓励 鞭策 是对我的这个支持 那么在11万到12万呢 确实又发生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从昨天晚上2点多的时候 我看已经11万9千多了 然后我想要录视频了 然后呢 这个我想天亮去录 我回去睡一会儿啊 到12万再录 后来到这个天亮醒来的时候 睡了两个多小时 我发现视频这个关注网友的这个数量已经回到了11万8了啊 这文贵真是太多神奇和不可思细发生在文贵身上 这也是上天给我的惊奇 也是对我的考验 也是我们那些敌人 盗国贼们啊 给我一次次的惊喜 让我这个一次次经受了这种惊喜和考验 我得感谢他们 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主要是讲这个一个事啊 那就是说从我爆料以来的这个有关的证据 因为最近几天来我看了有关这个所有的 记得自由亚洲啊 美国之音呢 还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这个自媒体啊 都在谈一个问题 就是 郭文贵爆料以来有什么样的证据啊 这个特别是昨天我看了自由亚洲这个王允采访了这个叶宁先生和陈创创先生 后来又有一个自由亚洲的主持人采访了这个王允先生 还有那个另外一位女士啊 这个谈到了这个我爆料以来 王允呢 作为一个 王允先生作为一个被采访的对象啊 这个叫小鲜肉啊 我当时听错了 我以为是小鲜肉 我说王允先生这么年轻怎么成了小鲜肉了呢 后来是小鲜肉啊 我才告明白 王允先生叫小鲜肉 然后其中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主持人问到这个小鲜肉 这个王允先生说 这个你跟他这个跟他那么长时间了 郭文贵他有爆料都爆了几回料 王允先生也卡住了 卡住以后呢就回答啊 他爆了吴曾 然后呢他爆了这个寒寒呼呼的 然后啊就没往下说 这个事我看了以后啊 这有普遍性 因为文贵本来就这个问题啊 我说实上我也不在乎谁怎么评论 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啊 这个我还是那么说 文贵是什么好人坏人和这个证据 是否真假 不是让网友来评论的 最终是盗国贼们这些人 他们是知道是真是假的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习主席知道 我希望中央的九千万 中国的九千万党员知道 中央的老百姓知道 他们很多都是当事人啊 这是我的这个希望 当然我也希望有智慧的推友网友 大家也能看出其中的真和假来 但是评断者啊一定是他们 但是王允先生这个表现呢 让我很惊讶啊 他具有普遍性 这个自由亚洲从开始 我爆料以来 王允先生主持的节目 从头到尾就是怀疑 啊否定没说过文贵好啊 当然了也就是除了怀疑郭文贵之外 包括郭文贵说话太流利 他认为都是被怀疑的证据之一 他从不相信这个流利 说话流利的人啊 这些呢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啊 一个公众人物啊 他有他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操守 职业道德 我对于王允先生这个爆料呢 我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复啊 从郭文贵爆料以来 我说要报四个重要的人啊 四个重要的人 我现在报了其中的三个了 三个当中呢 其中一个是傅振华 然后一个孟建柱 一个王岐山的三位先生啊 另外一个还没有报啊 那么这三个这我已经说到了 另外一个我就报了就是咱们的美国国姓网 韦石先生啊 还有斯诺先生 西诺先生 西诺先生造假 造谣 包括报道了我一百多篇的报道 包括收李友 还有贺郭强的儿子贺锦涛 还有收其他人这个钱 山铁啊 这个然后是胡舒立啊 然后报吴增啊 吴增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 我只报了他的百分之二十 那个语音还有那个那个证据确凿啊 大家没有什么怀疑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爆料当中像我一样 对吴增先生的这个证据呢 是那么确凿的 但是吴增先生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和解啊 我不再谈吴增先生的事情 而且呢未来我会在公开的情况下 将对吴增先生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啊 本来是在上次VLA的节目当中我会有的 但是中间给掐断了 所以说这就算了啊 吴增先生已经不再是我的对手 也不是我的敌人 我只要证明这件事情把他给牵进来了 但是胡舒立女士呢 这个证据大家都看到了 胡舒立女士一直只报我不报他的男朋友 和他的老板李友 包括贺光强家族了 这个我爆料当中本不想涉及贺光强先生 也不想涉及贺锦涛 我只是想报李友和他的关系 也是吃瓜烙啊 胡舒立女士呢一再的报我呢 好像跟我根本不认识啊 我说的都是假的 又是挖我祖坟等等等等 包括他报的我和钟永康的关系 我和令计划的关系 我和马建副部长的关系 我和张岳的关系 我和什么李东升的关系 我基本上他们都和我有关系 现在事实证明了 除了马建副部长在被关押的情况下 说和我有关系 还没一个人和我有关系的啊 那么但是我呢亮出了胡舒立女士 通过我转交给习主席的原件的信啊 原件的信呢已经是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也没有他也没提出任何遗迹说那是假的啊 这就是证据啊 那么另外一个胡舒立的女士这个证据还早的呢 我先不往下说啊这个他还没到开始 让他倒下的时候 他在我的计划的再稍晚点时间的倒下 因为我希望他再表演一段时间 表演那是对我最终的功课的 盗国贼的目标是有帮助的啊 然后呢他过去成年邀和他告我啊 起诉我 你告我呀 起诉我呀 这个头两天我真是到了他在纽约起诉我 但是我欢迎你啊 你赶快起诉我 因为你不是有钱吗 我拿律师费跟你比比胡舒立女士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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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啊 这个给你那点钱啊 李瑞刚 还有李瑞刚那点钱我太清楚哪来的了 就你那点钱 我比律师费吧 你比没了 我欢迎你告我 在N个地方告我 千万别停 别在这个胡家虎卫啊 这个虎头蛇尾 在北京你一定要告我 千万别不告 因为你告的时候你必须到庭 你到庭咱俩都可以对质 包括你的老板 李瑞刚先生啊 很多我的企业实际 李瑞刚投资了 他只是不知道我是老板而已 李瑞刚先生的钱怎么来的 和你们这个这个 这个杂志社的钱怎么来的 怎么给你们做广告的 咱在庭上都好好说说 包括你报道我那些 所有一百多片的报道 包括你挖我的祖坟啊 咱都在庭上好好说说 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啊 是不是啊 关于胡舒立的证据 他没有提出一个反驳我的证据 我对他的证据都是真实的 王远先生这点你忘了 是吧 另外说完胡舒立女士 我们再说说 我爆料的傅政华先生 傅政华先生 这个很清楚 如果说傅政华我爆的不准 那傅政华不必要一次次的 瘫痪掉了明镜王 明镜一直到现在被瘫痪 也不至于说对我下那么多黑手 那个更重要的事情 你还说那个音频你听不清楚 音频你听不清楚 但是你耳朵有问题了 那音频怎么听不清楚呢 傅老三的音频还有这个傅老大 我在这儿澄清的事情 我从来没说过傅政华那个录音 因为傅老三说是老大哥要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就接到了这个变音电话 而且不是一次啊 我这是只放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我放这一部分只是证明 他给我下达了指令 下达了指令的这个通话当中 我上次为了准备VOA的这个直播呢 在17个小时的这个电话录音当中 我只载说42分钟 可是那天只让我讲了不到25秒 你根本没有看完王允先生 你怎么可以对一个被中断的直播的证据 大家都清楚 你就忘下结论呢 而且你听不到傅老三的声音 还有你听到那个录音 那是你自己没有认真去听 中共听了 中共知道啊 那个录音当中主要的涉及到的就是 王岐山书记 孟建柱书记 孟建柱书记 孟建柱书记的情人 和他的资产和华顺的事情 还有这个王岐山书记的夫人 姚明山姚明端 他的侄子姚庆和海航的这种经济关系 这都没报完呢 那天本来42分钟 而事实上那天呢 到最后的时候我给你报个小秘密 我还有一个大惊喜 并没有交给东方 并没有交给龚小夏 我没交给龚小夏女士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我想亮出来 在我兜里放着呢 可惜啊 这个直播被中断了 这个中断本身就是个证据啊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 如果他们觉得这是假的 他干嘛害怕呢 而且动用了鸿通 马剑副部长游击啊 然后呢这个逮捕我两个员工 还有更重要的 他们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威吓 瘫痪在明镜网 然后外交部召会 外交部发言 然后掐断了直播 这是最好的证据啊 我想告诉王尹先生 您是做记者的 我们家也好几个做记者 做媒体的 他每天回到家我问他们 你们做媒体什么最重要 他说 我们认为事实最重要 政绩不是最重要的 这做媒体起码的职业道德 起码的一个素质 事实 刚才我说的这事情 这都是事实 事实胜过证据 政绩是来为了达到 找到事实的 这不是事实吗 这个真是有点滑稽了 那么同时大家看到的事情 就是胡舒立的表现 这个傅政华的表现 还有提前被泄露了情况以后 这个国家安全 国家政法委中纪委 动用私用国家机器 绑架国家机器 他们是真正的盗国贼 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合法措施 包括在4月18号的时候 福布斯杂志首先登出了郭文贵 这个欠贷8800万美元被起诉 大家都知道 这个福布斯杂志已经60%股钱 被海航给收买了 而且是当天4月18号晚上的时候 在我的楼下 有一个人一直守着 是要送拿所谓起诉书 现在我才把这事沿在一起 后来我的警卫呢 就是拒绝接受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说的是什么 那就是说海航提前 得到了我将报他和王岐山家族药的信息 如果他要是不担心 觉得我是假的 他干嘛害怕呢 而且这么快的时候 在美国法院起诉我 这个事情发生在香港和大陆 跟他什么关系呢 更重要的事情 那8800万美元 只是我个人担保而已 他不是我的债务 是我加出基金的借款 因为专案主查封了国内所有资产 国内这个借款企业无法给他钱 而且账上有钱 他借这个理由跑到美国起诉 既不合复法律管辖权和管辖地 而且这么快的时间 而且形成了诉讼 说明有人提前向他们报了料 而且提前透出了信息 而且他们提前知道我地址 这些都是事实啊 王允先生 你为啥不去分析呢 你只需要证据 而只要我的证据 不要对方的证据 你应该找王岐山要证据啊 你应该找海航要证据啊 你应该找胡舒立要证据啊 你找胡征要证据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为啥找我要证据呢 我是爆料方 我为爆料是负责任的 我是对媒体要公开的 我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更重要的是 您不能忘了 您从来没有提起过 您这点让文贵真的不舒服 王允先生 我的家人全部是在被绑票状态 我的员工被边控和被 现在整个被非法官员状态 几年了啊 而且很多员工现在是找丢失状态 找不着了 我的妻子 我的女儿 我的父母 我的哥哥 我的侄女 很多家人都是被关过 而且还在里面关着呢 时刻在受到威胁 你觉得这不属于证据吗 这不属于事实吗 这您就不说了 然后说完这些呢 我再说一说 这个关于博训 是我爆料的其中一个 从博训呢 大家都知道 一开始韦石先生 我一出生 他第一个发言 郭文贵 我要马上请检察官 查封你 抓你 大家好好看他推特啊 现在听起来好不好叫 他找检察官 然后呢 要抓我 要封我 接下来就是 要跟我 问了我敢不敢来美国 有本事来美国 说了大概三四遍 然后呢 我来美国了 来到美国说 我说我要跟他 要对峙 他说那要上直播 可以 可以 在哪呢 那必须 要在他指定 在那个明镜直播 提出条件 提出条件我答应了 答应我又选地点 选地点 我又答应了 也不行 然后呢最后 又要求这种条件 他指定了地点 他指定了方式 我同意了 然后让我带着护照 我也同意了 去见他 带着护照去见 我也同意了 然后说 那要在这个 第三方在场 律师在场 警察受罪 我又同意了 十一次他的挑战 我都同意了 这不是事实吗 这不是证据吗 嗨 最后又耍赖皮了 智阳大阳提出了说 郭文贵有问题 郭文贵有犯罪 然后呢 我的视频都是真的 他那是不是真的 大家已经从最近的 马建夫部长说话 谢先生就是一个 跟我完全不认识 焦作他买通了一个公安 他是搞赌球的 然后呢就在被这个 当时的我们收购的公司 的证件譜 委托了给他债务 他实际上就是想充当要素的身份 找了焦作的公安 叫这个这个王绍正 这个人已经被抓了 被抓了 而且他搞赌球的 给了 然后他跑到美国来 被通缉跑到加拿大来 给了博信的钱 然后博信他录了所谓 认识我郭文贵 20年的这种 百分之百是假的视频 他不认 他不认又要叫 我说那咱俩面对面的见面嘛 他要看着我眼睛 我说我可以啊 既然你说那么多都不同意 那我去看你眼睛呢吧 最后在法拉盛 在喜来城酒店见面 他表演的如此之丑陋 当我问他这个 乌征的时候 他结巴 他说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什么 我出来了 最后大家看到他那种 那种龌龊的样子 最后韦石 在我明镜的第二期爆料的时候 这个爆出了乌征录音 他傻眼了 而且就这么样的媒体 有多少的证据和事实证明 他是假的 是酸铁的 他说全都是假话 就这您一句不提 您是跟他熟呢 您是跟他什么关系呢 我今天告诉您 我从那天见过韦石 还有这个新诺以后 我就不想再提他了 因为啊 我只想通过这个事情 告诉所有的媒体 不要像共产党 中国政府的媒体一样 全中国人民只能叫一个人说话 那就是政府媒体 多大的悲哀 全世界也没有发生过 我觉得全世界封建议没发生过 都被捂着嘴 只让党媒说话 党媒的小三就是胡舒立 只让他在说话 这小三只听王岐山书记 孟仙珠书记了 你不觉得十三亿人悲哀吗 可是到了海外媒体 大家想得到真相啊 得到事实啊 你现在不要事实 不要真相 只要证据 那么伯讯就是你袒护的呀 那伯讯袒护的结局就是像 咱们这个比国内的媒体还要夸张啊 大家都不能讲事实 不能说真话 那只要郭文贵出证据 你不是检察官 你不是警察 你不是法官 你千万不要把你这个媒体 当成那个审判者 判决者 这个简直是太荒唐了 你应该讲这个事实 让双方都说话 都就像明镜天顺一样 给双方都讲话的机会 然后呢 中立的去提问问题 而你不是当这个判决者 像头两天的吴仁华先生 他以知识分子的这个身份 来对我的真假 进行了所有的这个裁判 说郭文贵 这跟马家的事我听都是真的 郭文贵说的这事情 大众说假的 郭文贵一定会给当官的这个 有这个经济来往 这是什么道理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知识分子就可以当裁判吗 就可以当法官吗 你又没参与事情 你怎么知道马建副部长 那是失去自由的情况下 而且马建副部长 我给他送女人 那百分之百是假的呀 我给什么骂张悦 那百分之百是假的呀 包括那些家具 那一个这么大的小家具 他都说出来 六百块钱的家具 你不觉得是荒唐吗 他为啥不去说 他为什么派郭文贵到海外去做事情 为国家做点什么规线 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嘛 但是就这样 吴仁华先生 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 对这么大的事情 就进行了裁判 又遇到了您这样的人 只要证据不要事实 而只听一方不听多方 以小贤肉的身份 又对我进行了裁判 这个王远先生是不公平的 我今天呢 我想说一说 这个韦石啊 和西诺先生 最近我不想理你们了 你不是要咄嗦吗 我还看到一个很搞笑的 说西诺先生说 如果被起诉了 他要裸体在中央公园转一圈 我差点笑喷了 因为你要那个身材 你那个身体在中央公园转一圈 我再不去中央公园了 因为很多人的痔疤都快掉一地 你知道吗 这一星期不吃饭 都得呕吐去 你别吓唬我了 你给我多给你一百万美元 你也得裸体到中央公园转一圈 你这太吓唬文贵了吧 这招我都输了嘛 是不是 这如果没起诉 我输你百万元 起诉了 你把我眼睛 把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给污染了 然后你就掉一地痔疮 那多可怕呀 这招太损了 所以你没说过一句实话 西诺先生 这真的是挺可悲的 你竟然是写西总书记的情人 这本书 害了多少同仑湾的人 然后呢 你最近又录音说 许总书记有850亿美元贪污腐败 你到底是为谁效力的 从开始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听到你名字开始起 你就为孟建树书记负责 你就为王岐山书记负责 你是不是显得用心 大家知道 现在我想这个回答这个王允先生 小贤肉的这个一个这个 你不要证据吗 我本来不想说的 我也量个证据 我本来不想量的啊 因为我答应过检察官 我们有大概7000页的这个这个 纸张还有证据交给了检察官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韦石先生 我负反例责任的 你被立案了 你未来会知道的 我现在这样一个证据 小了啊 你看看啊 看看 看明白了啊 看明白 这是你其中的一个收钱的账号 熟悉吗 王允先生 你可以去核实去 你不是记者吗 你可以核实去 不要问 可以去核实 这就是事实 这个账号 韦石先生 你还能删掉吗 我现在知道 因为检察官已经调完证据了 所以我亮出来没有问题 还有很多呢 你最清楚收了多少钱 所有人都去完证了 你和西诺 如果说你敢提出来 你没拿收钱 你那钱放在投资的钱是哪儿的 大钱啊 你装穷啊 十几万美元住个房子 你真会装啊 你看看满口仁义道德啊 高于女士被你毁成那样啊 高于女士啊 你那视频现在 未来都会放出来了 包括这个 你说不删文 不搞 不做假 我会一会儿呢 会把当时西诺给我一个电话 那不叫采访 我是让你删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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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建生的这个假的视频 你问了我一些问题 其中当时我就提到了 王岐山书记 大家不 你们很惊讶吧 在2015年 我就在跟西诺电话中 我提到了王岐山书记 而且我告诉 王岐山书记的一个干女儿 就她哥哥的女儿 啊 我不说她名字了 因为这个不想迫害这个无辜 头两天讲到海航的时候 讲到曾畅这个女士 我非常难受 因为她受了千两了 影响了这孩子的一辈子 我真的是很抱歉 这个曾畅女士 文贵有机会向你去 一定补偿你 我说一说 很多这个淫乱视频 我不愿意播 一个是法律 不允许 再给我真不愿伤这些无辜的女士 那么反过来说的时候 那天 我给星座说过 王岐山 她哥哥的女儿 是她一直她长大 就是干女儿 啊 就是她的养女 也叫王小姐 我不说她全名 她的丈夫叫黄耀文 是黄律师 黄耀文是马建副部长 西南政法大学的同学 啊 我第一次知道马建副部长 就是通过黄耀文知道的 在我和刘志华这个世界当中 刘志华收走了盘古大官的资产的时候 建造一半的楼的时候 大家别搞错 不是收走我的地 收走了我的楼和我的项目 一分钱不给 哎 当时代表我的律师就是黄耀文律师 黄耀文律师 因为是王岐山书记的家里的女婿 她收了我将近两千万的这个律师费 啊 这个她说她和王岐山书记 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最后我在美国回去 回北京的飞机的 在路上的飞机上 我看到了一个报纸盘古大官 被市政府收回 当时王岐山是市长 所以我回这以后 我上王岐山家 王岐山书记家里边 就找了王岐山这个市长 那个时候当时的市长 还有姚明山女士也在 这个这段我都已经告诉你西诺了 西诺和博讯和韦师 你从来没有说过 你从来没讲过 这是媒体人多么可怕的事情 今天已经过去两年了 这个事实证明了什么 王岐山书记是你的老板 你在掩盖这个事实 你还瞪着眼说瞎话 还说了两年 我希望王允先生 好好看看这个事实 这是不是证据 稍后 我会把西诺当时和我通话的录音 我会挂到YouTube上 大家去仔细去听听 好吧 今天呢 我只想讲到这里 12万的这个 这个又往回道生长的这个 这个戏剧性的效果 然后呢 回应了王允先生 和很多人 对这个 只要证据不要事实 只怀疑文贵 不怀疑贪官 不怀疑道国者 只相信这个贪官的非法行为 给你们带来的戏剧效果 不相信文贵以生命和家人和员工的生命 安危来换来的这个真实的爆料的结果 这个是我对你们的一个简单回应 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即使发生我也不在乎 还是那句话 我爆料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这个党 我认为习主席他会看到这些信息的 我希望这个国家能看到谁是盗国贼 就像最近这几天看到的 一个海航六千亿贷款的 六千亿的贷款什么概念 就是你们知道的实际比的还多 他贷款不低于百分之十到十二 他一年大概要八百亿的利润 八百亿的利润才能还这些贷款 中国的老百姓不可能在他手里拿回贷款 咱们走着看走着看 这些贷款没有王岐山书记的一中纪委 这把杂刀做威胁 抓住这些银行和贪官的把柄 还有他那些做他秘书的 都已经当时刺激的人物叫田国立 都是中国银行行长了 那国开行进出口银行 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哪个不是在他囊下呢 我说的王岐山书记的控制一百八十万 不是他拥有一百八十万亿 是他控制中国金融市场那一百八十万亿 谁敢不听他的呀 我就说他的秘书周亮 都是已经中纪委的组织部长了 他随便说句话 哪个不敢贷款 那什么叫贷款 那叫抢钱 抢的是老百姓的钱 所以说这些事实大家都可以去看 网上都可以查得出来 现在很多人看到了他的授权 授信贷款完全是违法的 如果他的贷款合法 郭文贵的所谓的骗贷 那就简直是荒谬至极 这荒谬至极你们去比较一下吧 未来的爆料当中 我会一一向你注视钱是怎么带的 钱去了哪儿 他能不能还 这个当事人很多人都已经提供了证据 最后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推友们 欢迎你们就一珠宝翻雅的事情 包括这个卢州事件 包括徐民和李明雷洋事件 提供更加扎实的信索 我收到了很多很多有价值的信索 我会在全球 新闻记者招待会 这个发布会上 发布会 咱们要先说布 发布会上 我会在经过我律师核实后 公布这所有的证据 我衷心的希望能帮助一珠宝 帮助泛雅 帮助雷洋 帮助卢州事件 帮助李明 这些敏感的事 被这骗子的钱都把拿回来 这个背后的黑手就是攻坚法和纪委 一定就是他们 而且找到了钱 找到了人 我们就会拿回我们的损失 会全部损失 希望推友们尽可能的给我提供一些 有用的信息啊 文贵将全力以赴去帮你们 这个今天的这个十二万视频就录到这儿 因为我今天还有一个这个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 大家看到我穿了一个白色的休闲的衣服 因为我建一个国际性的大媒体啊 我要跟他这个进行一个采访 目前的国际上的关注程度和媒体的关注程度 包括政府的关注程度 绝对是超出大家想象的 未来在全球这个发布会上啊 你们可以看到了这些结果啊 完全会超出大家想象的 再次谢谢十二万网友对文贵的 关注和关心和支持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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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